2011年3月17日,即是日本東北大地震後6日,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的吳造任在理教授 發表了一篇名為《2011日本大海嘯之研究與省思》的文章, 當中提到福島之所以發生這麼強烈的海嘯, 主要是這個海嘯幾乎擁有所有大海嘯的所需條件。 第一,需要有大規模海底地震,這次是規模9級的強烈地震。 第二,必須有逆斷層或反斷層。 這次地震為板塊隱活所致,為標準的逆斷層。 逆斷層錯動就會令到海藏劇烈垂直抬升, 並且抬起大量海水,進而造成海嘯。 第三,陣央位置必須足夠淺。 南亞海嘯陣央深度約在地底25公里, 而福島地震則僅有10公里, 因而能量能夠更完整的轉換為海嘯能量。 第四,水位要深,才有足夠的水體來穩藏能量。 福島海嘯大約發生在水深3公里處, 有足夠的深度來存藏地震的能量, 將而專門為海嘯波。 五,有平整的斜坡。 斜坡可以令到海嘯放大, 並且產生邊緣波效應, 而福島外海則有漂亮的斜坡。 眾言,香港並非處於地震大, 看來發生大地震的機會不高, 但是真是代表不會發生如日本東北的大地震和海嘯。 雖知道,位於香港彼岸, 南中國海東側的菲律賓,呂宋島, 它的西岸為惡名超章的馬尼拉海溝。 在文章中指出, 這個海溝被美國USGS評定為全球最活躍的海溝。 它的斷層長度和南亞海嘯的斷層類同, 長度極長,約1500公里,並且為隱活形板塊, 為歐亞板塊隱活至菲律賓海板塊。 GPS測量結果,每年板塊約以8.7公分錯動, 屬於活躍斷層。 再者,從1560年代, 菲律賓有文字記錄以來, 竟然沒有大地震的記錄。 甚至近年的監測, 也沒有出現規模8級以上的地震。 它與南亞大海嘯或幅度大海嘯相似, 地殼下的能量不斷累積,實在非常危險。 在文章中指出, 根據地震重現期分析, 馬尼拉海溝發生規模8.5級地震, 它的重現期為205年, 而規模9級地震則為667年。 由以上數據可知, 馬尼拉海溝已經殞藏相當可觀的能量, 未來可能爆發大地震。 而當馬尼拉海溝爆發大地震的話, 它引發的海嘯也有可能影響, 甚至波及香港。 在文章中指出, 在文章中指出, 兩次為止是一段落石。 那一番可觀的顏色, 現在我也可以分析地震主義的明星,